还不是情侣关系呢 明天我就不带他了好不好 明天那很好 鼓掌 好的好的 那我想想明天我们要去哪里玩 明天应该是开心的一天 明天是开心 今天不开心吗 今天 加勒们你们觉得我今天开心吗 给你拿着吧 好 我来吃一点 我也饿了 其实这个炒粉我蛮想吃的 我们转一遍炒粉了 加勒们你们觉得我今天开心吗 我刚才没看到 我看到有人打不开心了 太聪明了你们 真的 没有不开心了 没有我说加勒们有的打不开心 不是我说不开心 我说很开心 很开心 对真的很开心 真的假的吗 我骗她的 我骗她的 其实我不开心啊 带着小风 那两个人看电影本来是我们两个人很亲密的看电影 对不对 然后她带着小风两个人亲亲密密的在说话看电影 搞得我坐在一旁我都哎呀我都无意了我真的是我真的是无意了哎呀所以下次我不希望她再叫那个小风出来了我想我们两个人可以独处哎这个糖你们你们这个糖糖不是不是情商很高吗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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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怎么跟个傻姑娘似的我都醉了 但是我不敢不敢跟她说你知道吧 我怕我怕糖糖以为我太太小气了以为我小心眼知道吧 哎呀家伦们你们懂得我今天的无奈就好了我今天真的是超级无奈啊我真的是电影我真的都看不下去啊幸好今天电影还稍微好看一点点 哎呀我等一下带你就吃面吧吃面啊河南的面真的很好吃你给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家人呢 河南妹直播间家人们有没有河南的有河南的抠出来河南的家人们抠出来 河南的面真的很好吃的我跟你讲我不骗你那等下试一下了 晚上反正就很开心了开开心心的去吃东西 然后家人们可以 也带你们看看荷兰这边 一些特色的吃的 然后我们再逛两天 我们就要回广州了 然后 天气不好 所以在广东的家人 是不是天气不好 广东的家人们 最近是不是广东天气不好 经常暴雨啊 哇 我上次开车过来 那真的是 那天真的是广东的天气是不好 最近老是广东的天气不好 好像还出了什么 今天广东那边高速 还出了什么什么事情了 我好像看新闻了 对搞得 搞得我 上次开车 我都心有一句啊 因为上次开车 我也是一个人开 也开了很久了 开了十几个小时 然后 今天看到 那个广东的 那个 那个事情 然后我都 有点 有点担心 开车回去会 会怎么样啊 吃不下了 吃不下了啊 嗯 我带你去吃面吧 吃面啊 好吗 这 诶 瓶盖了 瓶盖在这边 嗯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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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吃几口吧 不要太浪费了 我再吃几口吧 好吧 嗯 好 那 那你拿着 好 嗯 好 你吃吧 吃吧 没电影过 对 家人们 对 我现在不想他回去 回去真的不安全 你知道吗 对 回去真的不安全 还不如 等过了五一之后 再回去呢 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吧 我从来 我从来不可能会开车回去 因为路上时间那么久 然后万一有什么事情 哎呀 反正不太放心 这样子 还是尽量就是 等一等吧 如果一定要 如果一定要回去的话 也是 也是最好要 要等这个雨啊 什么停了之后再说 你这样好不好 嗯 我给你个主意啊 嗯 呃 我 我认识那种拖车的 我找一个人 把你的车拖回广州 然后我们两个坐飞机 或者坐高铁回去 行不行 嗯 也可以啊 这样我们就不用开车了 对不对 可以啊 我也怕 开车等一下不安全 你跟着我不安全 行 我觉得这样最稳妥 家人们对不对 应该找一个拖车 把车拖回去就好了 然后我们两个坐 你答应我跟我一起回房 你说了 呃 嗯 不是啊 是如 如果要回去的话 那 这两天回去干嘛呢 那那好 不安心 不安心 家人们常常答应我 跟我回广州 咯 等等吧 家人们打得开心 嗯 开心打出来 我特别开心了 嗯 我好像被套路了 我是不是被套路了 没有 我没有套路你 那你等一等再回去 这几天真的不安全 就算我们找一个拖车 把车拖回去 路上也是不好的 万一车被淹了 或者怎么样的 可以 我听你的 嗯 对 安全第一 对不对 所有家人们 我们都要健康快乐 平安 这是最重要的 早一天晚一天回去 哪怕少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 少赚一点米 这都是小事情 那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健康 是的 然后反正人生 我觉得人生无非就是要最重要的 就不是说钱有多少 我觉得应该是生理健康 然后平平安安的 然后今天我也很晚上啊 是 晚上我也很开心 然后能跟家人们聊天说话 可以跟他人出来逛街 然后也祝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天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然后可以经常来看我们 然后身体健康 和家欢乐 今天这小嘴好甜呢 今天晚上好开心啊 今天晚上开心 白天嘛就家人们动 家人们动 你小心眼的家伙 你我没有小心眼 你还不承认你小心眼啊 你真的不承认自己小心眼吗 家人们你们说的小心眼包 觉得他小心眼的扣个一 觉得他心眼不小的扣个二 没事这会公平安看不见 只有我看得见 家人们我跟你说 我是眼睛小 但是心眼不小 哎呦 是的嘛 那我觉得家人们的眼光 才比较雪亮啊 什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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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都说你不小心眼 对对对家人们你们说的对 家人们都知道 大宝一点都不小心眼啊 大宝心眼最大了 宰相肚里能乘船 是的 肚里能乘船的 肚子疼得好 那我们等一下 现在要走吗 去那个面在哪里啊 面啊前面就有一家面 不知道有没有地方 叫什么河南河烙面吧 那个面的话我看生意很好 那没有地方坐吗 为什么没有地方坐啊 人家是有门面的那种 好那我们走吧 好好 那你拿着水好不好 好我拿个袋子 拿个袋子 太可爱了 要个袋子啊 走吧 很专业很专业 糖糖 嗯 那剩这么多东西 我们打包走吧 啊 你看 还剩着的 我们打包走吧 打包走啊 对啊 那不浪费了嘛 对不对 不是都吃这样了 不用打包了吧 要要打包 那太浪费了吧 打包谁吃啊 我吃啊 我吃晚上我饿了 我可以吃啊 别吃了吧 嗯 那不会太浪费了 就吃没几口就要 就扔掉啊 这家人们 这不能再吃了嘛 农民伯伯太辛苦了 咱们还是得结业两个时候 比较好 就可以了 别要了吧 没事 我 哎我这个袋子直接装走 就可以了 不是吧 我只会直接袋子 你别吃了 你晚上想吃什么 我给你买 没事我袋子可以了 不要了吧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宝 大宝 好的好的好的 对他很节约 他非常节约 确实非常节约 行啊 不是 那个 那个饼就别要了 那个饼都已经被咬成那个样子了 那个饼你也打包啊 饼也打包都没吃完 不是那个饼你不不能吃了 已经被咬成那个样子了 可以吃了 怎么不能吃啊 怎么不能吃 哎呀 你你把粉打包了 可以 那个饼就真的 那个饼已经稀巴烂了 可以了 可以吃了 咱们 怎么不可以吃啊 我跟你讲 等一下我们吃了那碗面 今天晚上肯定就饱了 就没有必要再吃第二顿了 晚上要可能我夜 主要我觉得太浪费了 你如果今天晚上不吃 你是不是这顿饭 你要明天早上才吃这个剩饭 你你现在住在酒店里 又没有冰箱 等你放到明天的时候 就已经坏了 知道吗 你吃了肚子会痛的 酒店里面好像是没冰箱 对啊 没冰箱 你这个东西你明天再吃就不行了 晚上夜宵把它吃完 你吃的完嘛 你 可以不然我觉得太浪费了 我跟你讲 等一下我们吃那个面很大碗 你根本那碗面你都吃不完 你还打包这个东西 你根本就吃不了 你肯定会变成明天早上再吃 可以吃的完 好好好 好听你的听你的 你看人家浪云伯伯 多辛苦啊 是的 你说的 你说的对 你最棒 没问题 走走走走 家人们 棒棒的 不是他那里没冰箱 家人们 对啊 你酒店还有早餐 你酒店又有早餐 晚上就吃完它就好了 不要太浪费了 我觉得太浪费了 扔掉我觉得太浪费了 是不是是家人们 因为我觉得就是出去吃饭嘛 还是点就打包会比较好 不能浪费 对不对 对啊 你吃胖了 你吃的胖了 然后你还要减肥 你说 没事啊 如果实在吃不下 咱们再倒掉什么 还是尽量是不要去浪费 对 因为我觉得 人家送点粮食不容易 然后就吃了几口 就扔掉 就有点浪费了 就吃没吃几口 是不是家人们 好好好 你说的对 对 你吃的在哪里 哪里 我来拿 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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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拿 你手里拿了那么多东西了 我不重 哎呀 你早知道要带你吃面 我就不让你吃这个粉了 没事嘛 我主要想很久 我们也没有吃路边汤 然后 路边了吗 然后我最近都带你吃餐厅 然后偶尔吃一下你们荷兰的这边 特色的路边汤 我觉得挺好的 偶尔吃一下就可以 你那个饼不要再吃了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饼 我刚才看了里面 它有菜 嗯 有菜什么的 然后那些菜汤 今天晚上泡一下 到明天早上的时候一发酵 它就不好了 现在天气已经热了 如果是冬天还好 现在天气太热了 是不是叔叔阿姨们 然后明天早上你万一吃了肚子不舒服 没事啊 我晚上看能不能吃掉吧 那面你还吃吗 要不要不面就别吃了 吃吧 吃一点吧 我们点一碗就好了 就不点两碗 我们点一碗分着吃 哦 点一碗分着吃 好好好 然后等一下到实在吃不掉 咱们再说 行 马上先打包吧 哦到了 就是这个面 和烙面 我们要一碗面好不好 我们做